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一个更加万能的方法 反方观点法 包括我们后面讲的tint to法 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所谓的极端词 极端词包括most only always apparently等等 这些词呢给我们的题材这个问句 增加了一定的性能条件 比如most 就是最怎么怎么样 only 仅仅 只有 唯一 always 总是 apparently 显然 这些词呢都是我们的极端词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题杆中 出现这种极端词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反方观点法来解 是因为我们只需要举一个所谓的反例 去反驳这个极端词本身 就可以证明你的观点是对的了 当然也有一类情况是我们的一个特例 比如像这条题 1,3,3,12分的条题 Do consumer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purchase goods only from companies and people whose actions are beneficial to others 这条题中有一个决定词 就是only 它的翻译是这样的 消费者是否有责任 只从那些行为上对社会 对他人有意义的公司会个人那里买东西 这条题的only呢 是有一个仅仅只有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如果我们否定了only 就是我们不一定 要从这样的公司或人那里买东西的话 不管是从道德上来讲 还是从逻辑上来讲 都是不太好写 包括不太说得通的 所以像这种题呢 我们可以自动的忽视掉only 然后呢用我们的定义法去写 当然这种题 这种情况呢 出现概率还是非常少的 所以基本上看到了极端词 就可以考虑写反方观点了 下面呢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讲 定义法的方式一样 先找几个中文的例子 来看一看怎么样去立我们的反方观点 包括怎么样去反驳 先来看这句话 好的唱功是评价一个歌手好坏的唯一标准 显然唯一是极端词 我们来看这两个歌手 陈一迅和周杰伦 这两个人呢都是我本人非常非常喜爱的歌手 也基本上是《华语乐坛》里我最爱的两个男歌手 其中呢陈一迅毫无疑问 他的唱功在业界公认是很好的 甚至有音频人说陈一迅的唱功是当今《华语乐坛》里的第一人 首先唱功不光是我的音色怎么样 它包括了你的音色 音准 以及你的技术等等 陈一迅的音色 他的发声点十分靠后 显得声音十分有磁性 所以他的音色没有问题 甚至要强运我们的歌神张学友 而音域的话呢 可能他的歌比较偏向于男中音 但是呢实际上他的音域非常宽的 在一些他比较小声的歌里 他的低音 还有一些高音包括海豚音 都是十分出众的 而技术方面的话 陈一迅的真假音切换 包括换器 都是十分拔群的 所以说论唱功 陈一迅绝对没得说 所以如果以这个标准的评价的话 陈一迅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 但是同时呢 周佳伦 众子都知 周佳伦并不是靠唱功 来赢得我们的贺彩的 他呢主要是靠他的 曲子的旋律 他的作曲能力等等 所以说呢 周佳伦从音商方面来讲的话 是非常强的 是因为他能够选择和编出 以及写出最适合他嗓音 与他的发声方式的一些歌曲 同时呢 我们不可能因为他的唱功 没有那么出众 而否定周佳伦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 这是因为呢 在某卫视的团阅委会上 这两个人呢 同时登场 作为压轴的嘉宾 所以可见呢 不管是在媒体眼中 还是在我们听众眼中 这二人的实力 和他们的知名度 都是现在的乐团里的顶尖的两个人 甚至是超越了一些老一辈的 李东盛啊 周华健等人 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好歌手 这也看出了 我们不一定是要通过一个人的唱功 来评判他的实力好坏 他的人气高低 所以对于这个命题 对于这句话 我们的反方观点 就是很多听众认为 唱功好的歌手 他是好歌手 他与我本人的观点 唱功并不是评价 一个歌手好坏的唯一标准 是相矛盾的 所以是我们的反方观点 接下来我们去反驳他 然而呢 However 通过对现如今华乐团的了解 很多名人堂级别的歌手 唱功并不出众 这是一个反驳的一个 直接且明确的一个论点 之后呢 是我们反驳的原因 除了音色 音域 音准 技术 这几项与唱功息息相关的因素外 编曲能力 作曲能力 还有音商等元素 都是界定一个歌手 是不是好歌手的关键 所以通过这三点 我们的文章的第一段 就可以写出来了 之后呢 可以通过举 具体的例子 来论证 我们这个反驳原因 是否正确 接下来我们看一道真题 通过这道真题 来分析一下 当我们面对一道 真正的写作题的时候 怎么去写 还是这道 我们曾经分析过的题 13年11月的这道题 Is imitation of others Always harmful 模仿他人 是不是 总是 不好的 Always 就是我们的这个极端词 在上一讲中呢 我们做了一个构思的举例 其中呢 就讲到了这道题 我们当时举的例子呢 是阿拉周瓦 就是这位 安全动员 他呢 是通过模仿 最后呢 一步一步 走上了成功 所以对于这道题而言 我们呢 也是一样 通过先立出反反观点 然后呢 去直接的反驳这个观点 然后讲出 你反驳的理由和原因 通过分析阿拉周 他的例子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 我们是这么来分析的 他呢 是虽然是曾经经历过失败 但是他通过模仿 将他击败的那个人的技术 同时呢 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自己的个人能力 以及自己的一些创新 把他所模仿的这些技术 升华了 变为了自己的东西 同时呢 走上了成功 所以说呢 通过阿拉周瓦的例子 我们的这个构思的经过 我们可以得出我们的观点 就是 模仿他人 并不总是不好的 所以针对我们的这个观点呢 我们可以在文章的第一段 直接立出一个反反观点 就是 模仿他人 是不好的 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 就是当我们去 在文章中写的时候 我们如果要写一个观点的话 我们是要忽视 是要 是要 删掉这个观点词的 所以这句话呢 如果我们去说的话 应该是 Imitation of others is harmful 呼视这个always 是因为always 是出现在了你的论点中 因为我的观点是 模仿他人并不总是不好的 与他相对的观点应该是 模仿他人是不好的 就是 is harmful 同时呢 给出我们的反驳的 这句话 however 然而 通过我的阅读和观察 很多成功呢 都始于模仿 很多success 都是 starting from imitating 给我们去说 最后呢 就是 反弯的理由和原因 把模仿呢 当作一种基础 foundation 同时呢 加以拓展 增添自己的理解 和innovation 和创新 就能够升华 我们所模仿的这个技术 把它归为己用 最终呢 通过模仿 走上成功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这要题中 出现了一个极端词 然后我们用 反弯观点去写的话 是逻辑 十分清晰 而且不需要你去 像定义法那样 去做过多的思考的 所以说可以 把这个方法 作为一个 在实战中 你可以去使用的一个 比较走捷径的方法 但是前提还是 一定要出现关键词 出现极端词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分析 我们的第三个方法 就是tentu法 tentu法呢 是一个 比较 不要去使用的方法 是因为它 看起来比较拙劣 它虽然能够 把你的逻辑 讲清楚 但是呢 它会不如定义法 和反弯观点法 那么的清晰 所以它只适用于 一类提醒 这点我们后面 会说到的 tentu法作为开头呢 是以 people tentu do something来开头 就是人们倾向于 去做什么 这样来开头 它的目的呢 是反映一个 人们的一种 与生俱来的选择 就是相当于是一种 属性化的东西 我们人们倾向于 比如说倾向于 通过创新 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或者人们倾向于 合作 等等 因此呢 这类提呢 都适用于 合作的提醒 是因为呢 人的属性呢 是群居动物 所以说呢 人们会倾向于 当个体 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呢 去寻求帮助 寻求合作 这是一个倾向于 最适用的一个例子 所以说呢 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除了这类提醒之外 不道办不得已 不要使用天图法 还是尽量去使用 定义法 和反方观点法 我们来 还是通过中文 来举一个 类似的一个 天图法写作的例子 随着iPhone的流行 人们逐渐 摒弃了 按键手机 还是iPhone 这个图里呢 我举的是 iPhone4的例子 是因为我觉得呢 是iPhone手机 是从4代开始 才真正的在 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了 包括E3 3G那会儿呢 我觉得啊 诺基亚 还有摩托拉拉 这些老牌品牌 还是可以跟iPhone 看衡一下的 直到4开始 就正式的 人们开始 开始去摒弃这个 按键手机 逐渐走向了 触摸屏 与之相对的呢 是这款 索爱的 810C 之所以选 这个图片是因为 这手机是我个人 使用的第二款手机 当时我觉得简直是 十分的惊艳 首先是有摄像头 200万像素 当然现在来看 已经很低了 但是在10年前 简直是 一个画时代的飞跃 同时呢 造型非常新颖 而且它的那个 播放功能非常强 可以听音乐 当时也正是我 最爱听 周杜伦的歌的时候 所以说当时 觉得这个手机 简直是 一个 我的最爱了 后来慢慢出现了 iPhone啊 出现了三星 那些Note系列 我才放弃了 所谓的按键手机 逐渐的走向了 触摸屏 这话呢 就我想到一点 就是人们会倾向于 当创新性的事物 来临的时候呢 去选择 推崇这个 创新性的发明 是因为呢 这样做不仅能够 使生活更便利 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 来改变 人们的生活方式 就像以前呢 我们可能通过按键 非常非常的困难地去 比如发图片呀 或者放大图片等等 但是有了触摸屏之后 我们很可以 随你所欲的 再直接实现 我们这些操作 包括同时呢 可以借助于此 借助我们 从我们的百姓本身 去推崇这些发明 也能够推动 整个社会的进步 但其实从这段话 我们可以看出 实际上这个逻辑 不是那么的缜密 是因为 并不是所有的创新 都值得我们去推崇的 而且有的创新 并不符合时代的发展 所以说 能够真正 适用于人类生活 人类 包括社会发展的创新 实际上是很少的一部分的 更多的创新产品 会慢慢地 被埋没在我们的 历史的进程之中 所以说呢 也就通过这个例子 也可以看出 Tent to 这个方法的一个局限性 但是呢 一旦我们需要去写 所谓的合作题型 这个倾向于 Tent to 这个方法 还是十分好用的 所以让我们来看一道真题 是2013年5月的料题 Hath the emphasis on individualism in our society caused people to forget the importance of belonging to a community 对于个人主义 过多的强调和推崇 是否会让我们 遗忘 从属于一个 集体的重要性 其中提到的一个 belonging to a community 从属于集体 一个群体 很显然 这是一条 合作类的提醒 我们需要去分析 如果单干 个人主义 独自去 完成一件事 跟我们的寻求帮助 寻求合作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所以这套题中呢 如果我们用天图法 会很简单的 把我们的观点立出 并且把逻辑 讲清楚 首先是因为呢 人们会倾向于 当面对一个 通过个体的力量 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呢 回归到群体中 去寻求帮助 寻求合作 这也是因为 我们人类 这个是群居动物 这个属性 而决定的 所以说呢 即便是再 推崇所谓的 个人主义 所谓的追求独立 追求创新 追求独一无二 追求being the strongest 如果我们身陷困境 人们还是会 依附于集体 并且选择 寻求帮助 以天图的开头 我们第一段逻辑 讲得非常清晰了 并且我们的观点 就是我们不会忘记 从属于一个 community的重要性 也可以得出了 所以可见 对于合作类体型而言 天图这个方法 是十分适用 且好用的 而且可以让我们的 思路 变得很简洁 很清晰 在这个讲中呢 我们主要针对 我们第一段 就是我们整篇文章的 核心 开头段 逻辑段 的写法 进行了分析 分为 定义法 反方观点法 以及我们的 天图法 三个方法 其中呢 优先考虑定义法 其次呢 当这个题目中出现了 题杆中出现了 极端词 always most apparently 等等这些极端词的时候呢 我们用 反方观点法 而遇到了 合作的提醒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首选 天图法 在第四五六讲中呢 我会为大家逐渐 逐步带来我们 例子段 跟例子的写法 分也是挑拳 创新 合作 谎言 跟科技 谢谢大家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